瑞穗香农会一年一度的农民节 今天在青莲寺盛大登场了 说了家政班还有绿灶站的年度成果站 农会就蜜香红茶、咖啡以及文旦幼等农产品 辅导推广也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而县长徐真卫、立委副昆琪 与中央驻地机关首长都请临会场 庆贺的同时 县长徐真卫也结合中央农政单位资源 在创瑞穗农产业的高峰 从包包饰品、咖啡或茶、各类农产加工品 到日常生活器具、盆栽植物等等 作品精巧丰富多元 瑞穗香农会加镇班卧虎藏龙 展现了年度演习成果 令与会长官贵宾高分肯定 不仅加镇班或农民个人的机油表现 就农产业的辅导推广以及农产建设 瑞穗香农会也在这一年一度的农民节庆活动上交出漂亮成绩单 整个农业建设的部分 我们刚完成了我们的这个超市的一个活化的部分 那预计在明年的部分 我们这个加工厂的部分 文旦加工厂的部分也会顺利的来完成 那在明年我们也期望说在武贺灌区 茶叶灌区的这个喷灌设备的部分铺设 让我们的农友不再受到极端气候的一个影响 原定今年三月办理的农民节 因当时疫情裁缸解封 准备不及也因此顺言到今天来办理 不仅农会产销班以及家政班 热情展现年度学习成绩 中央驻地机关首长也都清零会场 庆贺的同时 对于瑞穗香农会方方面面的成绩也高度肯定 政府补助的地方千万不要客气 知道吗 我们现在在省113年度的总预算 农业部的预算需要我们来做主决议 请尽快告诉我们好不好 期待因为今年度有了好的结果 我们期待明年度 所以各位的好朋友 那个家里面有种蚊蛋的 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早收蚊蛋的技术 农业署主要的部分是在帮助大家在生产链 然后行销面跟加工面部分的协助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求 也可以透过不管是公主还是农会 都可以找我们来协助 我们的这个补助的项目是非常的多 只要大家能够符合我们的这些规范 如果你是农民你的用力没有问题等等 我们都可以尽量的来协助 政治议会大会期间 不过南区的县议员詹经傅 中肃正以及林玉芬也都出席 其心为地方农业政策努力 县长许正卫感谢议会议员们对花莲农产业的支持 也经营部表示 结合中央驻地单位的资源 再闯地方农产业高峰 在这里我们真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但是我们花莲自己也要争气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现在正好今天在我们的那个南港展展馆 在展出的是我们的茶和咖啡 这都是专公团店 而且世界团店的都是花莲 对不对 在这里真会全力支持我们所有农友 也希望我们的农友成为花莲县 和农会及这个县政府大家最好的伙伴 瑞瑟湘农产业蓬勃发展 农会理事长魏清禾除了肯定地方农民齐心协力 也感谢上几个相关单位 长年的支持与协助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持续推动地方农产业建设 建构瑞瑟湘健康幸福的农产业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